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也蛮大的 绝对他是不是盖过了指挥中心原本应有的消息 那就是那个集齐A技到底是不是刚果来的呢 指挥中心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吗 因为昨天明明问的是什么 明明问的是到底这批疫苗是不是从刚果过来的啊 是不是刚果那批这个161万剂的疫苗里面的59万剂 可是陈时中说我们是跟原厂买的 对跟原厂买的 大家都嘛是跟原厂买 连前客可能都是跟原厂买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有些疫苗前客药品的前客嘛 那连前客可能也是跟原厂批货的啊 可是可是重点是 他是不是从刚果过来的那批 那陈时中没有直接回答 就有说A是跟原厂买的 所以今天本来记者应该要更努力的去追啊 可是王必胜的消息出来了 大家都在讲王必胜 就是之前十月份的时候 王必胜那个时候不是被周刊爆料吗 他就跟某个林小姐 不是我 不是我 然后跟某个林小姐 好笑 他十几岁 然后有可能有不伦练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小小孩 小女孩有没有 那王必胜一开始就否认嘛 大家只是那个认识啊 是朋友关系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呢 又出了一个 就又貌似道歉 但是又不像承认 又像承认的 的一种公式说法 公式说法 就是你套用了以后 你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面 就表达歉意啊 大家太浪费社会的资源 关注我啦 对不对 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彼此当事人啊 我们就不用多讲啦 什么什么 就类似这样 所以他是承认还是没有承认呢 就有人觉得他是承认 有人觉得他没有承认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他在发这篇之前 也好多人 明明不知道他太太的立场 然后就直接说 人家老婆都没有意见 人家太太同意了就可以 包括某个想要来 我们高雄三民区竞选的 某个被罢免的议员啊 他也是啊 就是那个王浩宇啊 说哎呀 人家太太同意啦 你怎么知道人家太太同意 你认识他太太哦 结果 结果 后来好玩了 因为王碧胜 在发那篇疑似道歉 又不是道歉文的时候 他有讲 他也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努力的想要取得 家人的谅解 什么什么的 那这样就是太太不知道吧 怎么会说他太太同意呢 好 那所以呢 那这件事情呢 就当时就已经打脸了 好多莫名其妙 就是自动假设了 人家太太的立场 假装认识人家太太的 这些绝亲的脸 好不好 那打完脸了以后呢 后来这件事情 就陆续有爆很多很多的料 例如说 这个灵女又跟王碧胜 在国外也有相见啊 那王碧胜是拿 这个公帕出差嘛 可是这个灵女怎么也会在国外同一个地方打卡呢 就很奇怪很奇怪 那因此呢 就牵扯出很多人就怀疑 那王碧胜你在国外的这个吃住行 对不对 你用的是公款嘛 那这部分是不是被那个灵女 削而去了呢 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有或没有呢 那王碧胜这方面是没有回答 然后还有呢 这个你要跟小三这样子 21天见面9次 对不对 约会9次 就平均两天多就见面一次 然后重点是相处了几个小时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吗 需要大量的时间 那你太太怎么都不知道呢 就你跟小三约会的时间 你是不是跟太太说 哦因为我是为了公司啊 为了国家 我正在忙 我正在那个 疫情指挥中心 我在开会 我在处理什么什么重要的要 业务 我在处理那个什么 那个因为他是衣服会的嘛 我在处理衣服会 什么什么医院的事情 你有没有 用公式 为理由 去骗你太太 结果事实上你没事 你跑去跟小三约会呢 那这些问题 王碧胜都没有回答 可是很神奇的是 他现在跟那个 他的老婆 跟正宫出来说话了 说什么呢 正宫的意思是 呃 就是说王碧胜是个暖男啊 所以有些 情感方面就 类似擦枪走火这样子 然后呢 重点是 这个太太说 他没有原谅他 他还没有完全原谅他 然后呢 呃 然后王 王碧胜还说到 当时被曝光婚外请的时候 陈时中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王碧胜自己说的 陈时中当时跟他说第一句话是 有跟太太说了吗 然后陈时中还跟社会 呼吁社会大众给他 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规 这个好奇怪 为什么 因为 被媒体曝光的时候 陈时中应该问的第一句话 应该是 就正常人话 你到底有没有做 你跟这个女的是怎么回事 你们真的有发生什么吗 周刊讲的是真的吗 就就 以我们一般人嘛 就如果你认识王碧胜 就他突然爆发这种 你你你不知道的婚外情 那你应该会先跟他确认 周刊说的是真的吗 他那个女的真的是你的小三吗 我就真的有这件事吗 可是不是 王碧胜说陈时中 第一句跟他说的话是 有和太太说了吗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就在猜测说 什么难道陈时中早就知道 王碧胜跟这个女的有什么吗 那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求证啊 除非记者去问好不好 然后陈时中说 呼吁社会大众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规 那要不是因为周刊爆料 王碧胜现在不是还在跟小三见面吗 是不是可能还在抱小三的女儿啊 然后至于那个女儿 那个女儿到底是不是王碧胜的 还是如他们之前说是 那个灵女前男友的孩子 不知道啊 可是灵女的前男友的姐姐 是很生气哦 就说好啊 那我们来验DNA啊 来验啊来验啊 结果后来当然没有验嘛 谁敢验啊 对不对 后来没有验 那现在那这个孩子又不是前男友 难道是王碧胜呢 王碧胜也没有否认耶 他就说 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就是只有归属在灵女身上啊 然后为了韩子的隐私啊 就是这些东西就不谈 为了孩子的隐私 然后 王碧胜的意思就是 他跟这个灵女已经结束了啦 的确有不适当关系 他承认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女儿 双方家人跟那位灵女工作团队都道歉 然后他说什么 你看看男人出轨被抓到以后 常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王碧胜强调说 家人是他最重视的人 过去自己没有诚实的告诉家人真相 如今想取得妻子家人的原谅 更保证未来会谨言盛行 回到常轨做好公众人物 应尽的职责 那不就是因为你被抓到吗 各位啊 如果王八千 而不是啊 那个王定宇 如果没有被周刊发现 他现在还跟那个严若芳 继续住在那个 两房的那个房子里面吧 是不是 那个两房的房子很神奇啊 他其实应该是小家庭在住的 他有两个房间 可是他的唯一一套未遇 是在主卧房 主卧房是严若芳住的 也就是王定宇 如果要去上厕所 要去洗澡 甚至要去洗衣服 他可能就要进严若芳的房间 即便是半夜 半夜有时候你会起来尿尿 对不对 那你尿尿 你要尿哪里呢 你要去哪里尿尿 你要去严若芳的房间 的厕所 我觉得如果当时 没有被周刊爆料的话 现在他们可能还住一起啊 如果不是被周刊爆料的话 王必胜 可能还在跟那个林小姐约会啊 好不好 所以你看 你看这些男生被抓到了以后 他们谁选择了小三 不要做小三啊 没有人选择小三啊 因为选择小三就等于 失去了做公众人物的机会嘛 除非你真的很有钱 除非你是那种 这个亿万富豪 有没有 你看哦 政治上的公众人物跟 这个 有钱有势的那种公众人物不一样 什么财团的谁谁谁 因为小三 跟正宫离婚的事情 你苍苍幽耳闻嘛 对不对 甚至你都知道几个实例嘛 可是政治上的不一样哦 他们可不是坐有 这个几百亿上千亿的资产哦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他们 重点就是他们要做一个公众人物 甚至有的要选举 选举要有票啊 如果跟正宫 因为小三撤了 这是会喷大票 会喷很大 喷很大 特别是当你是公职人员的时候 你为了 小三跟正宫撤了 这个伤很大 好不好 而且因为是公职人员或公务人员 你可能会遭受一些处罚 那陈时中 你我们要处罚王必胜了 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陈时中似乎没有要处罚王必胜 可是这个合理吗 因为别的公职人员 公务人员都要接受处罚 那为什么王必胜不用啊 因为他必胜吗 难道在公家机关里面 在公务人员 公职人员里面 也有大小眼之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